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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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呀 找呀 找出来 找到幸福的节拍 爱的脚步不要走得太快 学会安静更待 当春天的花再盛开 夏天的风就悄悄吹过来 秋天把思念藏起来 冬天里我会赶走阴霾 慢慢温暖你胸怀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态 让我的十岁从此多乐不散开 爱是太阳一样晒 甜蜜的风不开 四季爱 十季爱 爱要用心去抗待 我要和你好好 计划计好将来 我会把这一切全都写成期待 无与人比的恋爱 怎么还不出来 想找爱 原来爱 只有爱上个月才明白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爱 让我的世界 让我的世界从此多乐别色彩 爱是太阳一样晒 甜蜜的风不开 四季爱 十季爱 爱要用心去安排 我要和你好好 计划计好将来 我会把这一切全都写成期待 无意念地当点爱 怎么还不出来 找找爱 原来爱 只有爱上个人才明白 编心均归 有编心均归 赵 余正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海参羊杂腰花汤 嫂子那话什么意思 你没听出来啊 光住宿不干活啊 嫂子有情你却无义 你个是谁不活啊 菲利普可是美国人 美籍华人 他叫什么 菲利普 附近也有一家蛋糕店 今天蛋糕店的老板 来找我了 说我们店生意太好 抢了他的生意 你是不是个男人 怎么了 唐爽被人欺负 你知道吗 一天到晚就不顾着挣钱 你什么东西啊 他在哪儿呢 明报店 知道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听张一南说 你让人欺负了 这事你别管了 我什么我不管 我能不管吗 到底怎么了 对 那 好好啊 我去给你冲开盆 我说你你在这儿 演鬼魂哪 回来也不说也成 吓死我了 老鱼 你说这个喜欢一个人 是不是就是要 为她着想 然后成全她的幸福 我心里怎么那么痛啊 真管不了你们这些小孩 我觉得 你们啊还不如丁丁好带的 她开她的 你开你的 她凭什么不让咱开 要笼动的蛋糕市场是吗 玩黑车会啊 好 夏丰 你别去 他们人多 我就是让她打死 我也不能让她吓死 我看她爸怎么着 我夏丰她 夏丰 你要是去 这蛋糕店我就不开了 你说什么呢 花了这么多钱 排下来蛋糕店 说不开就不开了 是吗 说话呀 我看你平时挺利索个人 你遇到事就怂啊 我要是想继续留在这儿开店 我就不能来硬的 不是说何弃胜财吗 我今天带着礼物去找她了 被她扔出来了 没关系 我可以明天再去 我后天还去 我每天都诚心诚意地去 她不会一直都这么对我的 你就想永远被人这么欺负吗 这 这不是也没事吗 要不然 你今天留下来陪我 我开门营业 乐队那个姓夏的来了吗 没有 不是今天签合同吗 给她咋变换 这硬的她又打起架子来了 这人嘛 来喽 谢谢啊 客气了 我接个电话啊 喂 喂 那个 这 这 实在对不起啊 我 我这 我这现在有点事 我走不开 咱换个时间吧 换时间 夏丰 我用你 你给我端架子了是吧 不不 真是 真是对不起 你这样的歌手 我一抓一大把 哪有时间成天伺候你啊 我限你一个小时过来 一个小时过不来 你就不用来了 哎 我 是不是有事啊 就是那个 一个酒吧它 没什么大事 有事你就去啊 不行 我要离开这儿了 他们再来捣乱 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你昨天 去酒吧试唱了对吧 是工作上的事对吧 那你赶紧去啊 我这儿有事 我给你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 你就别说给我打电话 你就打110 它也不一定来得及 你 你放心吧 就这酒吧不用我 现在好多酒吧 争着抢着让我们去唱呢 放 放心吧 夏丰 如果你因为我耽误了工作 我会内疚的 你 你可真别想多了啊 真的 我陪你 我不是白白这 这 这 陪啊浪费时间 我陪你 我 我爱给你写歌啊 创作音乐啊 根本就不是浪费时间 你 你 我一直都在 我呢 我一直在考虑 怎么才能把我这个小店 做得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你能来这儿 一直弹琴的话 那我的店就可以改成 音乐 咖啡 蛋糕店 这不就是自己的特色 自己的特色吗 就是 你要当我的老板 不行吗 我可贵呀 连饭都吃不起来 还想饿我 我跟你说真的 你呢 每天来我这儿唱歌 我每天收入多少你知道 到了晚上呢 刨开成本 当天的收入咱俩一人一半 那哪行啊 我是谁啊 问你一个 我是谁 夏丰 什么夏丰 我是谁 什么你是谁啊 未来的艺术家 明年我将有四百八十场的 全国巡回演唱会 我这么大的味儿啊 我这么大个明星 我站在你这蛋糕店里站台 不给点儿股份啊 不给点儿股份啊 我是谁啊 爽 我是 世界 著名 连锁 特色 音乐 咖啡 蛋糕店的老板 你能来我这儿站台 是你的荣幸 你应该珍惜 所以 所以 你现在是不是 应该开始干活了呢 鼓东 下 是啊 老板 他 Zither Harp 找呀找呀找出来 找到幸福的节拍 爱的脚步不要走得太快 学会按照 老板 我回来盯着蛋糕 好嘞 稍等啊 老板 你店真有特色 谢谢啊 不客气 冬天里我会赶走阴霾 满满温暖你胸怀 我要和你好好 喜欢喜欢将来 我会把这一切 全都借着期待 无与门闭的恋爱 怎么还不出败 找找爱 原来爱 只有爱上的人 才明白 愿意 跟 mun, 對, 對! 寶寶, 對! 宮南,你怎麼來這裡? 来听你唱歌啊 唱得真好听 不是 你别误会啊 这唐爽刚开夜 有几个流氓骚扰她 我过来帮帮忙 我没有误会 我刚好去法院取船票 录过这里 我先走了 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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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上次再来啊 来 谁 你怎么来了 夏丰就 就这么走吧 你刚才在外面看看了 我正好路过 那个我陪陪你吧 没事 我一个人忙得回来 没事都自己人 你不用跟我客气 我也没事 关门了 关门了 都出去 关门了 你俩都出去 干嘛呢你们 你别说了 这什么意思啊 快点 快点 怎么了 不是 我说怎么着 还不关门是吧 我说话不好使啊 谁啊 我是谁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马老板 是这样啊 我这个店这么小 其实它不会影响到 您的生意的 您如果非让我把它关了的话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 我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 我姐给你送的东西 然后你往外扔的那个 王八蛋对不对 我说怎么这么硬气了呢 有人撑腰了 小行人 你再说一点 你过来再说一点 太生气了 非女人怪坏了吧你 你过来 你过来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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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你过来 行来 行来 别放手 走开 这事你别管 马老板 这个店子 是我在北京唯一的出路 如果她要是关门了 我就无路可走了 我管你有没有路走 你又不是我媳妇 那既 既然你今天来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聊聊呢 没得聊 今天必须关门 要不然我就再砸一遍 赶 玉嘴 店我不会关的 要砸是吧 你随便 我忍着 能忍是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走 走 我到你去哪儿了 叫我去哪儿 我让你去哪儿 你叫我去哪儿 但你去哪儿 就是谦 我给你去哪儿 对啊 我去哪儿 然后你就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的天哪儿 我去哪儿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宋男的 我 我跟唐爽 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样 他平时对我们三个挺好的 又帮我们召唤孩子 而且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人家让你无偿住他的房子 你说他现在有事 我能不帮吗 第一 我不是无偿住的 我是用我的劳动底的房租 我不会随随便便 占别人的便宜 第二 你可以帮助他呀 随时随地地帮助他 这是你的自由 走 走 宋男 我 我就是怕你误会 我跟唐爽的关系 夏丰 不是我误会你跟唐爽的关系 是你一直在误会 咱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好吧 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出来了 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 咱俩之间 只是同学 没有其他的 我一直把你当我女朋友 那是因为你一直这么以为的 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你妈 我问你 对 我现在连面包都没有 我住在连雾霾都吸不到的地下室 我拿什么谈恋爱 我有资格谈恋爱吗 这么多年了 咱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你不应该因为我而耽误了自己 你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觉得唐爽挺好的 我也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你的 你又不讨厌他 你俩可以试一试 试什么试 你就别说气话了 我 我们俩没有那种关系 我真的没有生气 我是认真的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不考虑啊 总的 你俩不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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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不� 我冲得饶你吗 我问你 你这店到底关不关 不关 我们家店为什么要关啊 抢我生意你还有理了你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不关 还挺横 是吧 定了 都传咱了 不 来 什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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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走 同学 跟我玩刀了 来来来 来 往这儿扎 往这儿扎 我告诉你 你大赢我玩刀的时候 你还穿肝肝裤子 给我撒 你也去 你敢 你跑 回来 大鹏 江警察 打烧二零 大鹏 大鹏 放心吧 我没事 坐 一达 怎么办 慢点 慢点 我有事 我给老一打个电话 好 张一达 你先别着急 你跟唐爽说 先让他把店关了回来 好吧 好吧 嫂子 都在啊 来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就是下方 这个是 建勇为来吧 现在在排众所啊 他要是在公安局的话 我这委托协议跟谁签呀 什么委托协议啊 不是 你打电话给我 让我来代理这个案子吗 像他这种 有可能以故意伤害罪起诉的案子 代理费要两万块钱呢 这就是这套钱呢 老鱼别找他了 不是 人现在还在里面关着呢 咱能不能先别提钱的时候 我也不想跟你提钱 你要去见人就要有委托协议 没有委托协议我见不到人 那么要签委托协议呢 就必须得先谈到钱 这个是程序 好吗 要不是这样吗 师姐 我来给他做代理律师吧 我不收钱 可以啊 你代理是以个人名义代理 还是以天称的名义代理呢 如果以个人呢 你就是公民代理 不用钱 但要以天称的名义代理呢 你现在还不是天称的正式员工 你没有资格 要不你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好 这事是我惹了 两万块钱 我出 不是钱的事 现在需要有人来签这个协议 需要他的亲属来签 他老婆在吗 他老婆签比较合适 他老婆现在肯定不会 帮他签这个的呀 那如果他老婆知道的话 可能会加速他们俩离婚吧 我去 这手因为我而起 老公 你看一眼 我这儿刚花了一万块钱 你先拿着 剩下那一万 我这两天想办法给你凑上 是对方上班去试的是吧 是 我开了一小蛋糕店 那马老板说 我抢了他的生意 所以让我把蛋糕店关了 以后不要再开了 今天夏丰跟张一南 陪着我在店里 我就 我就又开店了 他就带了好几个人 上面来找事 而且是他们先弄了手 那对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都吧 刚才我也打电话了解了一下 皮外伤 估计就是想择夏丰 赖在医院不出来 行吧 我跟宗男去调查一下情况 看孩子买点吃的吧 走了 走哪儿 雨桃 哪就值到钱的这种人 老孕女绝对不能和他在一起 早离早好 这不是也值到孩子吗 那不是还得给他吗 我原来以为夏丰和你好 对不起啊 错怪你了 他和唐爽才是真的呀 这唐爽是什么什么呀 你提醒你家夏丰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让他老婆知道这事了 到时候他离婚可不好办了 你赶紧去一趟派出所吧 拿这个委托协议去见夏丰 让他给你签一个 正式的委托协议 顺便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去一下现场 见见对方的当事人 我听见了 加油 葬楠 怎么样啊 你没事吧 唐爽把你的案子委托给了我们所 我是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你别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呀 都什么时候了 民警同志 我来向他了解一下情况 年轻人 够猛的 做事也不及后果 这次姓马子要是重伤 你就有理也变成没理了 和那律师好好谈谈吧 谢谢啊 葬楠 您千万别误会啊 宗楠 你千万别误会啊 咱们俩分了手以后 我回去看见 那几个人砸汤爽店 你说几个到了爷们 欺负一个女孩 我能不管吗 你应该管 你看一下这份协议吧 如果你同意委托 给我们所的话 就在上面签笔签个名 快点吧 告诉我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还得赶回医院呢 我走 不好意思 总的 没碗了 没事 师姐 您看 这是我刚刚从住院部 附认的马老板的病例 他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点皮外伤 缝了三针 皮外伤 行 你真聪明 我呢也去案发现场 调查了一下情况 基本上都是对方的责任 而且这马老板之前 已经去过一次了 周围的群众说 都看见了 给你作证 这马老板啊 启航霸实际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旁边有个蛋糕店 顺意挺好 就是他得闹的 跟我在夏丰那边 了解的情况差不多 那这样就好了 只要邻居们肯出庭作证 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我还是倾向于调解吧 为什么 你想 要打官司 这夏丰是不是要付一笔诉讼费 那唐爽的店 也不能正常的捏 也是一笔损失 毕竟夏丰也动过刀子 回头上了法庭 能不能说是正道防卫 也不好说 所以先跟这马老板谈一下吧 我来吓唬一下的 走 来 老大 喝口汤 不喝 不喝 好 喝酒 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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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马老板 你好 我是夏丰的律师 就是今天和您发生纠纷那个人 疼死我了 快叫大夫打止痛针 马耀劲过了 要不然就叫个大夫来吧 看您这皮外伤是不是需要打止痛针 因为您的病例在我这儿 您想干什么呀 我不想干什么 就想和马老板聊一聊 不想干什么 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过了 上一次呢 您带人非法入侵 他人合法经营场所 砸坏了您这店里面的东西 造成人家无法营业 这些周围队邻居都看见了 都愿意作证 这事您承认吧 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没什么意思 就是跟您核实一下情况 今天您又带人去了 反正是他拿刀捧着我 法律上有一个词 叫正当防卫 不知道马老板您听说过没有 您带着人上门姿势 带了三个人去 你们四个大老爷们 店里只有唐爽一个女孩 和他另外两个朋友 他的朋友建议永违想要阻止你 您不听 夏丰急了 实在没办法拿了 唐爽店里面的刀 试图组织你 你没站稳着 铺到了刀上造成了皮外伤 不是 你什么意思 那你意思是我自己 铺上家一桶啊 如果是夏丰主动伤害你 怎么可能只是 缝了三针的皮外伤呢 反正你们是律师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们随便说 这事咱法院见 好啊 法院见 您不要以为上了法律 您就能占便宜 光是您这个非法入侵 就够您喝一壶的 曾男 咱们现在马上反诉 这两次唐爽的店里损失了多少钱 我已经查过了 至少五万块 因为马老板的恶劣行径 造成唐爽无法正常营业 我想知道唐爽的店 一天一夜额是多少钱 我也查过了 这些天应该平均在一万以上 一天的一夜额在一万以上 这样吧 就别一天一万了 朋友嫁一天八千 到时候输了这些钱我们来垫付 但是如果赢了 对不起 马老板 这所有的费用都需要您来赔付 还有我想知道 之前的蛋糕店是为什么不经营了 把这个店盘给了唐爽 也是因为马老板三番五次 带人去闹事 之前的店主才要把这个店 给盘出去 好像父亲还有一家蛋糕店 也是因为马老板的缘故 改行了 弃行罢税 免心的黑社会啊 那咱们现在法律规定 黑社会的起行点是多少年啊 十年 十年 不 不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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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坐坐坐坐 咱 咱好好聊聊 来 喝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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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最客气 又要吃 ideia 还有吃的 银新闻 也需要kop 脱礼 你说新闻 不过来 这孩子刚睡 姐说要回老家 唐爽 你是不是觉得累了 你回去待两天再回来嘛 可我一个女孩 在北京打拼实在太难了 你看 你这不还有仨邻居呢嘛 是不是 还有丁丁 现在丁丁又跟你这么亲 以前丁丁呢是有三个奶爸 现在又多你一个妈 咱们几个人在一起一起坚持 不是挺好的吗 对啊 多好多热闹啊 喂 邹楠 好 我们马上过去 邹楠说对方出院了 愿意当着警察的面调解 让我们去派出所 嫂子那么厉害啊 那可不 我老婆呀 你在家看孩子吧 我跟党长过去一趟 什么呀 今天你这半 嘴上眉毛办事不牢 好 来来来 车钥匙给我 让你明正言顺地戴戴丁丁 走 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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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情况怎么样 还行吧 一开始那个人非常强硬 但是我们把厉害关系 都跟他说清楚了 警华也介入了 他就服软了 他应该马上会出院的 来参加调解 他怎么调解啊 基本的方案是 我们赔偿他的医药费 他赔偿唐爽的经济损失 并且答应以后不再骚扰 我跟陶律师算了算 他那边医药费 不到一千块钱 但唐爽这边的经济损失 应该不少 他欺行罢市很长时间了 不止一次被处理 警察一甘支持我们 唐爽 你把你这些天的流水 还有所有的经济损失 算个账给我 好 谢谢你啊 宗南 仔细算啊 没事 应该的 那我先走了 行 我们去找夏丰去 好 来 小宗 主任好 你这是干吗去了 我刚跟陶律师去办了个案子 什么案子 妈妈的 偷鸡不成反噬一般 咱走了 瞧 方主 这也算是个好结局 以后就安心开店吧 雨哥 你一定要帮我 好好歇一下 嫂子 本来就是应该的嘛 不过这件事啊 陶宇通真是滚不可活 嗯 我给张亦南打个电话 让他带着丁丁来 一起接下风 好 这实际上是两个案子 一个是姓夏的商人 另外一个是姓马的 损害他人财物 两个案子 陶宇通才收两个案 其实也不能怪陶律师 好像 这两个当事人 跟他丈夫的关系都很熟 一个是邻居 一个是哥们 所以 收费太高不好吧 我们的收费是有标准的 遇到收人就打折 那我们所还活不活啊 我估计啊 这次是特殊情况 下次不会了 主任 等一会儿陶律师回来 您可千万别说他啊 我不说 咱们所啊 像他这个年龄层次的律师 防年轻人跟防贼一样 本来自己那一套已经过时了 自己还不承认 压着年轻人自己就能冒出来吗 也没有 其实陶律师 平时还挺提携我的 哎 主任 我听说陶律师的父亲 是您的老师啊 听谁说的 他们都这么说 都说什么了 就是说 可能是因为 陶律师的父亲是您的老师 所以您平时 就比较向着他 估计他们是嫉妒陶律师吧 他们倒不说 就因为他父亲是我老师 所以我对他才打不得说不得 您千万别生气 要是陶律师回来 您可别跟他说是我说的啊 我知道 这点事我还是能处理好的 年轻人 以后外事不能这么触动 今儿为女朋友也不能动刀 下次一定注意 一定 好 走吧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谢谢 谢嫂子 你挺厉害啊 我肯定不会有下次的 下次 下次 再一刀给捅住你女朋友来 你这刀捅得不错啊 警察叔叔误会了 我和唐老师邻居 我不是暂时住你这儿吗 还住在我那儿 你不是不跟你老婆离了吗 你赶紧搬走啊 还有你那什么表弟 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 当他自个家了 我跟我老婆关系啊 没缓和 不稳定 万一哪天我还想离呢 你自己离不离婚你 这点事考虑那么长时间 真够磨叽的你 快赶着鱼针了 受的传染了 鱼哥是个好人啊 我希望你好啊 坐 坐 鱼哥 你还乐呢 好事啊 你还乐呢 嫂子 太感谢了 这次真的多客了你了 丁丁 嫂子确实有能力啊 老吓都动刀子了都能给搞定 难怪老鱼那么爱你 别老爸 我洗点泡泡 快找找 爸 你还嫌我两万块钱 代理非贵啊 明天现在赔了三万 那两万还给唐爽 三万我拿了 那行 丁丁 我走了啊 说得有事我先走了 嫂子 谢谢啊 爱你 爱你 你说什么 嫂子真的是可以 太有能力了 这种女人一定得 得抓住 不能放手 我顶你啊 她的问题就是太有能力了 这个女人啊 要是能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在外面独当一面 回家还能当娘就好了 也是啊 不对 那要我们男人干嘛呢 所以啊 我就得回家继续努力 写程序 当公司股东 是是是 当公司股东 夏丰 这次的事情 嫂子已经彻底帮我解决了 他们也不会再去店里了 所以你也别去了 老耽误你工作 我真的不好意思 你就别客气了 都是邻居 是应该的 刚才警察当着嫂子的面 误会咱俩的关系了 我都跟她解释清楚了 你也别在意 都说了是误会了 我没在意 但是 你可能得找机会跟邹南解释一下 知道了 干嘛呢 走吧 舍不得啊 怎么到的再进去待会儿啊 怎么办 走 你们回去吧 我怕车坐不下 我自己回去 说什么呢 一二三四一个车 怎么可能坐不下 老夏 你开车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客气什么 我看 主任 明天下午办了一个案子 就挣了两万块钱 那钱我已经给财务了啊 我跟你说 这个案子啊 一开始打电话了解的时候 我就知道 根本上不了法庭 几句话就能解决 原来呢 我这心理的底线是五千块钱 结果没想到 两个案子 两万 你觉得这儿你便宜了是吧 你知道这个案子 一个持刀伤人 一个非法入侵 两起案件 加一起怎么也得五万起啊 就因为是你的熟人 你丈夫的邻居 你就调低了收费的标准 陶大律师 都像你这样 咱们律所不得喝西北风吗 宗楠 这传话还挺有速度 挺有效率啊 这都是我问的 他还替你辩护来着 是吗 但是 雨桐 我得跟你说你这样真不行了 你得承认自己落伍了 那你赶紧让他取代我呀 多好 我现在去发快递 还有谁需要的吗 我急发了 帮我带份盒饭回来 好 宗楠 帮我打份资料吧 谢谢啊 好的 没问题 妈 陪我走了啊 宗楠 师姐 挺着急啊 什么事啊 挺着急的 当面一口一个师姐 背后就给我扎针下药 太难为你了 我说你这么着急回来干吗呢 急着跟主任抢功啊 再抢这案子是你的吗 我好心好意带着你跑案子 你就这么对我是吗 师姐 别叫我师姐 我受不起 叫我陶律师吧 陶律师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那件事情忙得差不多 我就回来忙一些杂事 一回来呢我就碰见了主任 他问我干什么去了 我就跟他顺便说了一声 哦 咱们所里怎么也得 二百多人吧 怎么偏偏就盯上了你 太巧了 难怪平时有事没事呢 就往主任坊间里扎 他没告诉你 什么时候取代我吗 余彤啊 你总是低估别人的记忆力是不是 你说这些干什么 痛快嘴 特别痛快是不是 对啊 你想不想过后果 那你就别管了 好 有性格 我挺你啊 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有多厉害 有多阴毒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从今天开始 你要小心这个走难了 小心他什么啊 你小屁孩 气死我了 进来 陶律师 我来是向您道歉的 今天这件事情全都是我不对 就算是主任问我 我也应该等您回来 您能原谅我一次吗 其实我一天都没有忘记 没有陶律师 就没有今天的我 如果没有您 我现在可能还在大街上发名片呢 可是我实在是太年轻了 做事欠考虑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见识 行了 行了 其实这么小个案子 谁说都一样 关键是我不知道 你之前跟主任说了一些什么 等我去跟他说的时候 被他刺了一顿 你说我能不活吗 你也别生师姐的气 我刚才也真是的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你给说了一顿 我也跟你道个歉 你又让我叫您师姐了 叫不叫的 不都是同出一师门吗 我不做你师姐 谁做你师姐啊 谢谢师姐 行了 我没那么大气息 快忙去吧 我真的错了 我知道了 那我忙去了 再见 高丽水 爽了 你可瞅不死我了 我宗南 一定会靠自己的本事 做到全北京最牛的律师 到那个时候 谁都别想再压着我 谁都别想再压着我 也别想欺负我 你看 就这一间了 不靠马路 还有个通风的窗户 这儿啊 原来当储藏室来着 你要是想住呢 我就给你收拾收拾 把这灯呢修好喽 月租八百 行 我租 我租 融化我的冷熬 抹掉我的棱角 你的出现慢慢把我改造 柔软我的怀抱 消散我的烦恼 你的到来小太阳般闪耀 温和我的暴躁 除去我的粗草 你的出现生活变了面貌 赶跑我的寂寥 灿烂我的微笑 你的到来多奇妙的美好 想要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和你一一呀呀的对话 想要听你的一生的爸爸 陪你一点点长大 想要给你一个快乐的家 和你嘻嘻哈哈的玩耍 想要为你最甜蜜的牵挂 陪你一点点的长大 把我的冷熬 抹掉我的棱角 你的出现慢慢把我改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